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百元经的第六卷 第六十则 百元经的第六卷 第六十则 题目是五百雁 文佛说法源 五百雁 文佛说法源 这个公案是说呢 那时候佛都在波罗奈国 特别在树林当中 树林里面应该有个湖 那时候为这个天人跟人间的人呢 引说妙法 那个时候虚空当中呢 有五百只大雁 正在飞翔 然后听到佛陀在说法 他们束身善根的关系 非常的身心哀乐 非常的欢喜 他们就从天空降落下来 静静的听佛说法 但那个时候呢 有一群贪心的猎人啊 一看一次来了五百只燕子啊 乖乖的降落在地面上不动啊 他们就用网 把这五百只燕子都抓起来 而且全部都杀掉了 但是因为那五百只燕子啊 对佛陀还有佛都说法 产生了很强的欢迎心 很认真的这样子 从天上降落下来听法嘛 所以这个善意的 让他们马上升到了刀立天 而且一升到刀立天 马上身体就自动长大 马上一出生就像八岁小孩那样子的声量 而且非常的端正书庙 而且身上放光 他们的宫殿也放光 像宝山一样 就过得非常幸福快乐 非常满足啊 他们就自己想 我过去甚至修了什么福 我可以来到天上 有这么好的受用呢 他们那样认真一观察就发现说 哦 上一辈子还是出生到的大燕 因为对佛欢喜 听佛说法 身心信乐的关系啊 因为这个善心的关系 虽然被利人杀了 但是就升到刀立天 得到了这种福报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念佛的恩要报佛的恩啊 就顶上戴着天罐 拙的阴落 庄严自己的身体啊 而且还在身上涂了重香 其实天人已经很漂亮 然后很光明很香啊 还在涂天上的奇异的香 然后再戴着香花这样去 来到世尊面前啊 这样子认真的供养 顶礼佛陀的脚啊 顶礼佛足啊 然后就跟世尊起白 说我们上一生能听到世尊演说妙法 就产生了这么大的离苦得乐的效果 祈求世尊继续为我们说法 好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大的利益 佛陀就为他们说了法 说了法之后呢 五百个天子 当下就一起证了出果 虚脱完果 成了证果的圣人之后呢 他们就辞别了世尊一起回到天上 第二天呢 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 说佛陀啊 昨天在您说法这个树林啊 光明晃耀 像白天一样 请问是什么因缘呢 佛陀就说 因为昨天呢 白天我说法的时候 有五百支大燕 怀的信心跟唤喜心 降落下来听法 被烈人杀了 但是因为这样的善业 他们生到道立天 昨天晚上这些天子来见我 我为他们说法 他们全部都证得了出果 他们是来报恩的 然后阿难尊者听到了之后呢 觉得说 如来出世呢 实在是太淑妙了 如果说 连畜生听佛说法 照理来讲应该是听不懂吧 畜生听佛说法 他有欢喜心 他有信心 尚且得到这么大的利益 何况是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信心 我们人类对佛陀 对佛法的信心 还有我们受持佛法的深广度 应该远超过畜生吧 那我们得到的利益不是更大吗 所以呢 大家应该一心一意的 信尽佛法 如法修行啊 好 那生然的比丘呢 听到佛说的这些因缘呢 都非常的欢喜 有的得到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有的发了避之佛心 有的就发了 无上不离心 大家都非常欢喜的依教奉行 好 透过这个公案 你有发现什么事情吗 第一个 有没有发现 听不懂没关系 有信心 欢野心 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对不对 一点都真实不虚啊 大焉就是这样子得到利益的啊 好 下次看到经典这样讲 你就比较有底气了嘛 学武大论的时候觉得 学武大论还是听彼伯舍那的时候觉得难啊 听不懂没关系 有信心 有欢喜心 就是一个很赚很赚的善业 那当然如果你进一步有正确的理解 波罗经上面当然讲 那那个善业当然又是大到无量无边 好 没有办法相比 那这就是当人的好处嘛 人可以思维的 好 第二个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天子 他们有对佛陀念恩报恩 所以他们来见佛陀 而佛陀再为他们说法 他们就得到更大的利益 对不对 本来只是得到道立天天人的果报 后来证得出果 就将来一定可以 卸脱死生能回的痛苦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哦对师长佛陀 修信 念恩 报恩 还有什么 修欢喜心 修水喜心 好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生命里面一切善乐的本源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做得对的时候就是这样 从乐驱胜乐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高兴 而且不费力 而且不费力